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红潮经文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1月7号星期六 我们来关注最新消息 中国疫情大爆发 确诊病例 重症患者激增 白肺现象引起了民众的担忧和恐惧 台湾医师苏一峰1月6日在脸书发文 有一名刚从中国返回台湾的60多岁台商 回来后3天自己筛检出确诊 X光片显示已经呈现严重的肺炎大白肺 苏一峰认为 如果患者没有赶回来而是留在中国 应该是死路一条 现在医疗人员正在努力治疗 看看能不能救回患者的命 苏一峰也建议指挥中心对这位患者进行基因定序 确认是感染哪一种病毒株 最近中国多地传出了大量的患者出现白肺的消息 白肺是肺部严重感染的表现之一 2020年初在武汉很多新冠患者身上被查出 有人担心 由于中国长期封控 奥密克戎并没有完全取代其他毒株 当局解封之后 杀伤力更强的原始毒株和德尔塔病毒株重新现身 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说 中国目前流行的毒株仍然是奥密克戎 白肺患者之所以变多 是因为感染人口基数大 并不意味着更加致命的原始毒株再度出现 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让民众信服 武汉协和医院自报急诊患者快速增长 其中重症和微症占33% 专家警告 由于长期清零 中国民众没有形成群体免疫力 中国制的疫苗有效性也受到质疑 美国之音1月7日报道中 美国内科医师 血液和肿瘤专家范朝鸿表示 奥密克戎被称为新冠感冒是没错的 可是中国有个严重问题 就是接种疫苗率相对不够 范朝鸿说 其实最应该接种的就是85岁以上的 65岁以上的这些人 免疫功能不强的人 现在一开放就生病了 资源不够 所以不能给他们更好的治疗 彭博社6号引述知青人士报道说 由于担心出现新毒株冲击全球经济 甚至导致全球疫情卷土重来 美国已经反复通过各种渠道 提出向中国提供mRNA疫苗等援助 甚至愿意以间接方式提供疫苗 但是北京一直拒绝 中共官员每次都坚定的回应说 局势完全在掌控之下 不需要援助 旅美学者李恒青此前对大选表示 这个就像1976年河北省唐山大地震发生时 死了30万人 当时堆积的尸体入山 非常惨 后来才知道 实际上当时全世界很多国家 提出来要派医疗队到唐山去抗震救灾 帮助搜救那些幸存者 结果被中共政府断然拒绝 中共政府说 我们可以自己解决问题 后来死了30万人 所以感觉这个政府丧尽天良 把中国老百姓的命不当人命 自中共放松管控之后 中国社会疫情开始大爆发 虽然官方只是公布了零星的感染病王术 但是医院却人满为患 殡议馆更是一号难求 在此次疫情当中 除了大量的普通民众染疫离世之外 许多享受中共特别医疗政策的高官专家也陆续丧命 专家就此分析了其中的深层黑幕 根据不完全统计 新年以来短短几天 就有16个中共高官离世 如原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监事长冯世亮 中共领导人万里的包妹 北京市总工会原副主席万云 原南京军区副司令 中将郭西章等 除此之外 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共党魁毛泽东思想的中共党员 99岁的湘潭大学教授苍南 于6号病亡 被称为中共文革时期四人帮笔杆子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永佳 5号也因为染疫而亡 终年92岁 自由亚洲电台5号的报道引述 原政法大学教授滕彪的说法指出 他从外交部内部人事处获悉 中共外交部近期也成为疫情的重灾区 已经有超过60个外交部老干部丧生 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共有61个院士 在近一年内离世 其中在最近一个月内去世的就多达32人 对于这些现象 专家揭示了其中更深层的原因 时事评论员蓝树表示 这些老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 根据现在了解到的情况 他们当中很多人之所以长寿 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器官移植 蓝树进一步指出 大量的研究和资料披露 中共的器官移植大多都是活体强制摘取而来 早期的器官都是从在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身上非法活摘获得 后来更多的中国弱势群体也成为受害者 如中国大陆近年许多青少年失踪 已被质疑与中共主导的活摘器官有关 蓝树解释说 因为移植来的器官是受到自身排斥的 所以说为了让这个身体能够接受这些被移植进来的器官 他们必须长期吃药服药 这也就是把自身的免疫功能控制在一个很低的程度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疫情来的时候 这些自身免疫系统有问题的人 首先肯定就是高危人群 蓝树以上个月在北京病逝的 中共原文化部副部长高湛祥为例指出 有官员发文悼念史披露 高湛祥身上的藏器换了好多 他戏称 许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 这段话令网民们感到震惊 质疑高湛祥生前换那么多藏器是从哪来的 还有多少中共高官可以通过换器官为自己续命 蓝树直言 善恶有报 做坏事做多了 人不报天都要报的 另据新唐人引述分析指出 按照中国两元院士的死亡率来计算 中国未来一年中仅老人可能就将有700万人有离世 日本跨国集团索尼中国有限公司的官方微博近日被禁言 原因是其去年发布的一张黑狗的照片 疑似影射中共烈士邱绍云 索尼中国曾于2022年10月12日在微博发文 带到山花浪漫时 他在从中笑 配图是一只黑狗藏在红叶之中 表面来看 索尼中国的这则消息并没有涉及到中共的敏感信息 但是有不少中国网民指出 索尼中国发布该消息的时候 10月12日正是邱绍云在朝鲜战争中阵亡之日 近日很多网民发现 微博认证为索尼中国有限公司官方微博的账号 索尼中国已经被禁言 索尼中国账号页面显示 因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 具体原因微博官方尚未明确说明 1月6日中共江苏共青团微信公众号发布题为 索尼中国微博账号被禁言该的文章 指出背景原因是一位涉嫌引射邱绍云 并发表不当言论 江苏共青团还在文章强调 抹黑 诋毁否定推倒我们的民族英雄的行为 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跑我们的祖焚 推特上有网民嘲讽说 世界第一玻璃心 拐了18个弯都会不小心碰到它 无处不在的敏感神经 事实上索尼中国触碰到中共粉红的玻璃心已经并非首次 2021年6月30日晚间索尼中国发布预热海报 宣布新机将在7月7日晚上10点发布 但是有大陆媒体称 这一天正好是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的时间 随即引发中共五毛奋情声讨 索尼中国次日上午就此时发布道歉声明 表示由于工作安排不周 在新品发布的日期选择上 给公众造成误解和困扰 公司对此深表建议 并以第一时间取消相关活动安排 根据大约报道 日前已经有中国网民将日本电视台 报导索尼中国微博被禁言的截图发布到大陆社交媒体上 有网民认为 这件事可能令日本民众对中国更加反感 1月6日 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日本西宫市 宾库县立艺术文化中心接连两场演出震撼心灵的表演 令当地社会精英们盛赞不已 致力于将优秀的日本传统表演艺术 承传给后世的前演艺公司董事长北林郑首 对神韵的艺术伟业赞叹不已 他对新唐人称赞说 很精彩 舞台不仅仅是演员 还有工作人员需要影像灯光等配合 是综合性的艺术 堪称是重心合一的精湛舞台 日本舞蹈家石川富对于神韵引人入圣的舞蹈 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表示 舞蹈演员们一定是经过了严格的训练 技巧高超 令他非常感动 画家二公星太郎表示 神韵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形体艺术 但又好像儿时曾在哪里见过 看了演出给他新的感受 深有异曲 北林郑首表示 男女演员们各有特色 演员们训练有素 尤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水秀的甩动 时而优雅飘逸 时而干练利落 有起有福 真是好看 石川富也对水秀称赞不已 他说 水秀非常神奇 是非常巧妙的设计 被运用在很多地方 他更加理解和服等是从中国的服饰中发展过来的 二公星太郎表示 自己是搞艺术的 但是看了神韵的艺术 这样的动作从中令他学到很多 现在能用美来形容的事物已经很少了 但是在神韵演出中 他感受到了美 期待良久终于在现场看到神韵演出的餐饮店华人老板杨宇 也谈到了他的感受 他表示 大幕拉开的瞬间就被震撼了 感受到很强大的磁场 对于演出中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节目 杨宇深受感触 他表示 在日本可以透过很多渠道知道相关消息 但是这样演出来后 心里还是有点震撼的 杨宇推荐所有在日本的华人都来看神韵 他认为这很有必要 有必要接受一些新东西 看一下是比较好的 观众朋友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到了 索尼中国被微博禁言 竟然是因为一张黑狗的照片 有人认为理由太荒诞了 也有人质疑邱绍云事件的真假 一位网友表示 这也太能扯了 索尼中国这张图能扯到邱绍云 那张图人烧的一动不动本来就是扯 稍微懂一点医学就会知道 烧成那样 神经不受控制的 这位网友还认为 微博已经没有呼吸的空间了 只是找个理由封锁泥罢了 朋友们 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订阅 留言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